各位观众朋友 晚间好 欢迎收看2022年6月8日的东方快讯Live 我国近期发生多宗银行存款遭移走或遭诈骗的案件 但根据自由今日大马引述高级警官的谈话 法律没有授权警方 导致警方无权协助受害者追回钱财 自由今日大马报道 不愿据名的某区商业罪案调查局负责人称 警方的职责是在副检察官的指示后 展开逮捕 调查及提控嫌疑犯 而无权自行采取行动 该名负责人说 我知道受害者想要追讨回他们被盗的钱 如果我是受害者 我也会想要回我的钱 但我们必须遵守法律 他对该网媒申诉 当受害者无法追回他们的钱时 警察经常受到指责 公众经常将罗子账户与骗子混为一谈 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斯里旺朱乃迪说 2022年反跳槽法修宪案已拍板定案 且将提成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已在7月的首周提成国会特别会议 他说 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 昨天第六次商议 曹尼反跳槽法修宪案 决定是一致的 会议也同意并一决 将法案提成国会辩论 财政部拟议在7月18日赴会的国会下议院会议 提成财政责任法案 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说 这宗法案包括扩大国家税基的努力 比如像地下经济征税 还有改善手法纳税及其管理 从而提高税收 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东南亚分析专家伊沙贝拉指出 针对我国八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进行的调查显示 2019年至2022年中 没有一个地区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及马来西亚的空气质量标准 其中空气污染指数最严重的两地区是巴生及巴打零在野 根据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及绿色和平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 在八个地区中 巴生和巴打零在野的空气质量标准 在2019年至2021年皆居首 远超市委及大马的空气质量标准 而沙阿南则排名第三及龙坡第四 新山第五 宜宝第六 哥打巴鲁第七以及古今第八 社交媒体疯传一间美发店新开张 聘请辣妹为男士礼发 结果过度性感遭到网民举报 惊动警方和市政厅官员上门调查 这间礼发店坐落在雪州蒲仲 于本月2日新张营业 然而第一天即聘请多位身材火辣半路苏兄的性感美女助阵 大部分网民认为 该美发店的宣传手法不妥当 理发师穿着暴露肯定被怀疑不正当营业 随着网络宣传流传 该美发店即遭到匿名举报 并引来警方和市政厅官员上门调查 美发店业者为澄清误会 已于本周27日向警方报案 并澄清网传照片的性感理发师 仅是当天受聘到场作秀的模特 他们只是普通美发店 并非按摩店 也不提供按摩服务 他促请网民不要再转载该店 性感理发师的照片 任何人若在私讯询问特别服务 私讯内容将被截图 然后向警方报案 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密闭事件 根据周16日 警方公开的影片和文字记录 当下有三名警察在一旁眼睁睁看着男子活活密闭 目前警员已遭停职 等待调查结果出炉 密闭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8日清晨 地点是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天浦镇湖 受害者是34岁的比金斯 事发当天 警方接获通报后 抵达湖边码头 处理受害者和妻子的争执 警方与受害者夫妇交谈 并依照程序核查了两人的身份 过后 受害者爬过围栅 朝水里走去 警察告知此处不准游泳 但受害者不听 继续游入湖里 在水里的比金斯喊自己要溺水 警员不信 说 我不会跳下去救你 警员要求这名男子继续往前游 一边应付行为愈来愈失控的妻子 大概30秒后 比金斯没浮上来 遗体在5个小时后被人发现 三名涉事警察 已经被强制休假 等待进一步调查 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也来到了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